据环球网3月3日报道 当地时间3月2日 俄罗斯国防部首次披露俄乌冲突伤亡数据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克纳申科夫向记者表示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及军人共有超过2870人死亡 大约3700人受伤 根据初步消息 乌克兰军方共有372人被俘 克纳申科夫还说 遗憾的是 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同志中也有损失 498名俄罗斯军人在执行军事任务时死亡 我们对死亡军人家属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1597名我方军人受伤 此外 当地时间3月1日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俄军中的军臣士兵已出现伤亡 有两人死亡 六人受伤 算了下 俄乌战损比为1比5.76 接近1比6 联大2日表决乌克兰决议草案 中方投出寄权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因为制裁制造对抗 只会让危机迅速外溢 甚至波及更多国家 联合国这项表决 最终获得141票赞成 5票反对 35票弃权 决议获得通过 乌克兰局势近日来骤然升级 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交火不断 对此 有不少分析认为 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就在于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扩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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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金